大学留言册的背线,是老恩师送我的留言,虽然只有寥寥术语,却字字珠奇,闪耀着智慧的光芒,多少年来,他们就像翻盏灯,照亮我前倾的路,第一盏灯,只存高远,人的一生中,你求上,有可能居中,你求中,则有可能居下,而你若求下,则必定不入流。 所以,在人生起步的时候,励志必须高远,要学雄音展翅飞,不孝眼却安于妻,只有这样,才能激发你生命的潜能,步步为营,逐渐走向辉矿,第二盏灯,把握当下,作热如流水,一去不回头,最过去通流泪,出生杯,不大于事无辜,反而会消沉为意志,浪费了精力,而不可及的名誉, 太空洞飘渺,不可捉摸,正确的方法就是关注现在,把握当下,只有这样,你才能有所作为,不复此生,第三战争,有不气馁,人的一生中,有许多的无法预料的苦难悲伤,既宛如层层乌云,孤天给地压来,如果就表面看来,他们十分强大,势不可挡,但这一切并不可怕,而最可怕的是人的腿里不振。 这正是许多人失败的真正原因,一个人的一生中,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,面对何种际遇,只要你永不气馁,就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,三条增园,我生命中的三闸灯,他们永远高悬在我人生的航船上, 只要我躲开迷茫,失望,悲伤这些暗交,鼓励我乘着智慧,快乐,信心鼓起的风发,在人生的大海上,像一个又一个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